大家好,我是小莹 用音频的方式,我们来读读历代名画录 一起来看看古人的画画笔记 今天我们来聊聊蛮多人的疑虑 觉得古代的画家在画人物画的时候 是不是都不会对着真人去写生呢? 还蛮常有人有这样的疑虑 在故宫我们看到的画,尤其是东方画 就会觉得他好像人物都是平面的 尤其是五官啊,都没有那种立体的感觉 在前几个月啊,我有在故宫看到一个展览 有一本书,他前面几页是宫廷画家画清代的帝王像 他有画乾隆的样子啊 我就觉得他的五官画得其实很立体 毛孔呢,也很真实哦 那个毛发和皮肤都很真实 他们是用毛笔这样去画出来的 感觉也不输西方的画家 尤其是在衣服的地方 衣服厚度的那种立体阴影感觉 就觉得其实古代的画家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不会写生 他如果要画出像照片一样的人物画 我觉得他们的功力其实不会输给西方的画家 那既然古代的画家有这样子写实的功力 为什么流传下来的人物画 我们看到的都好像是比较平面的 思考了很久也不知道答案 这时候就来看看清代的画画笔记 清代方勋写了一个三进居画论 他里面就有写到 画有静而亦无静 他想要表达的意念 画里面的意象可能是跟西方所追求的不同 在古代的文人 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私性的美 就是像写诗一样 会有让我们有想象空间 那会留下来的历代名作 都是比较有文人私意的美 而不是这么写实的 那看到这些写实的话 他们反而在古人中 可能觉得比较工匠一点 然后功能性强一点 可能是当作祖先的拜拜用的画 或者是像这样子帝王的画 让他们只是能做个念想 对古代的先祖的念想 方勋他另外有写一个画论 古画之意在劝戒 顾美恶之状必章 为坦之己动射也 古代的绘画 他的用意是在做劝戒 就像我们看到顾凯之的女史真图 还有马合之的历代贤后图 画家在最开始的用意是劝戒 所以古画的场景或是人物 他的神色都非常的生动 方勋斜的画论 最后一段我蛮喜欢的 古画人物状貌部位 与后世用意不同 不齐而尾 不利而言 别具格法 尤其是这两句 不齐而尾 不利而言 在我们用写实的眼光来看 古人的画人物五官 像是额头位特别的高 或者是眼睛特别的细小 比例位置呢 好像呢就是没有那么正确 但是他所追求的是不齐而尾 就是他不需要很齐 不利而言 不需要非常的艳丽 或是画得很准确 他用言这个字啊用得很精妙 在红楼梦里面也有说 花龙月貌为谁言 言就是美好的意思 是一种内在美 女子他一种良善 温柔婉约的心灵 在看古代的世女画 或是人物画 如果呢你心中呢 想到的是 所谓我们画格里面 最想讲求的一种 内在真善美 是一种比较写意的心 好像就能了解 东方在欣赏绘画的审美 出发点 是一种写意 在画人物内心 抒发胸中之气 那种美好的向往 人物呢 虽然呢 画的呢 可能没有那么的一乍看 马上第一眼会觉得 哇 好亮眼 但是呢 会很耐看 就像有一些的明星啊 我们在看乍看第一眼 好像呢 没有这么的亮丽 五官没有那么的出彩 但是你看就觉得 他好像充满了一种文雅气质 一种书香气 或者是他带人比较温婉 那种感觉 是你后面才慢慢去感受他一种 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 那这种呢 我觉得呢 蛮难画的 他会比你要画人物 画得非常的像照片 还要难 宋代的时候 不只是画画 连写诗 他们所追求的 也是一种意境美 北宋书寺在东坡集就有写到 论画与形式 见于儿童林 作诗必此诗 定之非诗人 论画与形式 见于儿童林 就是 如果你在路边啊 跟人家欣赏绘画的出发点 是和人讨论 啊 这画得像不像啊 有没有 毛发很逼真 然后很真实 那你在欣赏这些绘画的审美观啊 就只停留在 最开始出阶的 儿童学画的那种状态 只要学的 我画的一只马 要很像马 一只鸡 要很像鸡 那种状态而已 作诗必此诗 地之非诗人 苏东坡就觉得 你写诗啊 一定要那种刻目求见 非要写的像 很逼真 这个环境景象 好像你看到一棵树 你就一定要写这棵树 你看到梅花 就要写梅花 那他觉得 这不是真正会写诗的人 而是要慢慢的去 把那个意境给带出来 不一定要写梅花 他可能会用 另外其他周围的景象 像是暗香来啊 闻花香 是一种幽远的感觉 但是他不写梅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欣赏绘画 古人的出发点审美 他是蛮高的一种意境 比较属于文人画的一种欣赏眼光 刚刚读了这么多绘画的笔记 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 古代的画家在画人物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对真人去做写生 这个答案应该是 他们画家是有对真的人去写生过 只是他们写的是眼中 所看到的这个人的内在个性 就是所谓的见三不是三 在画这个人物 他所画的不见得是这个人的整体画的 比例要正确的问题 而是他要凸显这个人物的个性 要怎么凸显这些人物的内在个性 那也不是凭空去想象的 画家也是要经过写生去观察 这个人他在什么样的情绪表情之下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肌肉 还有眼神的变化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看到一些很精彩的绘画 像是怒目金刚或是观音慈目 可以看到那个金刚在生气的时候 是眼睛放大可是瞳孔缩小 然后呢嘴也有那种力的那种生气的力度 那都是他有观察 真实的人生气有这样的情绪和表情 所以要写出那种的一瞬间 他还是要经过人物的去长时间观察 只是呢他会呢记在脑海中 可能不是当下一定要马上用画笔画起来 而是将这种长期间生活中的记忆 记在脑海 画家呢再将它做成一些素材 回到家中铺子在案头上 今天观察到的人物去给描画出来 所以呢会有经过一种 自己画家的咀嚼和传达他所画出来的人物 那种面貌和性格 读了这些画论就知道 古代的画家在画画所追求的方向 东方的画家追求的是一种写意 画人物内心的真善美 西方的画家最开始是追求写实 是画一些光影变化 所以呢人物呢最开始是追求 非常的逼真 西方最代表的是文艺复兴时候 画的人物呢真的是非常的逼真 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相机 可是当照相机发明之后 他们就发现画画不能再追求 非常的逼真 很容易会被相机给取代 所以呢他也开始呢去追求 画所后面要代表的意涵 他要从画面中去传达 另外一个不是你第一眼肉眼看到的画面 而是他要传达画家心中的一种意气 心中的想法 那就会慢慢的接近了写意 所以他是从写实转变到写意 那我们下次呢在欣赏古画的时候 古人是一开始就从写意画去入笔的 所以呢用一个写意的眼光 去欣赏古画去跟他做交流 如果有机会在故宫啊 或者是其他博物馆看到 千年以前的古人画的人物画 或是山水花鸟 我们用另外的审美观 去记得我们今天聊的不利而言 不需要追求很艳丽 而需要追求这个画中 可以带给我们心中一种美好的向往 这样审美绘画 我们呢就跟古人更接近了 读读古人的绘画笔记 一同更认识古画 我是小银 下一部影片我们继续欣赏其他的历代名画论 拜拜